妈 您这出席一趟这么开心 遇到什么事了 哎呀 我吃了你给的药丸后呀 不但疼痛消失了 精神也好多了 这都是灵丹妙药啊 妈 这药虽好 但您也不能多吃 你自己自己身体 哎 听说嘛 最近呀 苏氏集团接连丢项目 连帝豪集团的项目也丁了 哦 是吗 对呀 估计啊 这就是他们的报应 就是可惜我们都远远了 还得出去啊 找工作 您好 为什么都讲这个 苏总 您是苏氏集团的总经理呀 以前是 现在不是 您来我们这边实在是大材小用 您还是立谋高就吧 谢谢 您好 为什么都讲这个 呦 这不是我们苏总经理吗 哎 这我们这妙小 容不下您这大神呢这 哎呀 您还是再看看 其他地方吧 好吧 您好 这是我的姐姐 工作的事你就别放在心上 过两天的 他们不论用你 是他们无聊养不住的 现在工作不好找 我只能继续找一找 看看医生 哎 你想不想去 地豪集团 地豪集团 地豪集团哪能是我说进就进的 而且地豪集团呢 有那么多的规矩和他们的一个制度 我要进去了呀 从基层做起也挺尴尬的 原谅 啊 要不今天你就到床上睡吧 老婆 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创业 自己创业 认为去先开一个办公室 然后再去开一个工作室 等我积累了人脉和资源之后呢 我再去开公司 我觉得人脉和钱都不是问题 如果你想开啊 我给你开一个 不需要你帮我开了 而且你哪有那么多人脉和资源啊 我自己可以 好吧 那就祝我老婆早日报复 报复 圆圆呢 哦 出去找人拉项目 拉什么项目嘛 难道你们还真的想脱离苏氏啊 妈 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你也知道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总归是一家人 明天你们就跟我去苏家 向老太太认得错 妈 您是被苏老太太骂傻了吧 怎么说话呢 我这都是为了圆圆圆 难道你愿意看到圆圆 天天这么奔波吗 是他们想霸占我的房子 还排挤圆圆 哎 他们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苏家人啊 血缘关系 怎么能说断就断呢 除非圆圆同意 否则 我是不会去 你还这么说 你身上流着的也是苏家的血呀 再说了 你奶奶已经对我道歉了 说她都是一时糊涂 被苏老亮调拨离间给气坏了 而且啊 现在苏老亮也被奶奶 狠狠地惩罚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啊 就算道歉又怎么样 我奶奶那个人我再清楚不过了 她就算是道歉也绝对不是出于真心的 她不过是想让我回去帮她搞定 地和集团的合作吧 你不要把你奶奶想得那么坏嘛 都是一家人 那又隔夜仇嘛 我跟苏家人不是一家人 我也绝不会回苏氏集团上班 你奶奶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难道你让一个长辈拉奶奶给你道歉 哎呀你奶奶啊已经给了我一条金箱链 还有两个玉手镯呢 直接说奶奶送你的这些首饰 你想要不就行了 真没想到 苏家人居然用首饰来售卖我妈 我妈也真是的 给她几个首饰给她说几句好话 她就耳根子软了 她都忘了苏家人当初怎么羞辱她的了 妈就是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她现在非让我回去上班 那这个你自己做决定 但是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我还是想好好创业 可以啊 那就在创业的道路上 一直走下去 我们走 一直走下去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 嗯 妈 你说我奶奶到底给你逛了什么迷魂套 你为什么就非得让我回苏氏呢 苏氏集团 那不是明摆着有百万年薪吗 那不比你创业强呀 你万一创业失败了赔钱了 那可怎么办呀 妈你别说了 我这不可能回苏氏的 我就算上街要饭去 我也不回去 咱不蒸馒头 我争口气 争口气 没钱争气有什么用啊 苏家要是真倒闭了 我的养老金也就拿不到了 你知道我们都靠着这笔钱养老呢 而且就算你奶奶不待见我 我在苏家集团也是有点股份的 你要是不回去 这风红也没了 以后要是无依无靠可怎么办呢 妈 这是苏家自己精英不善 要是哪天他真倒闭了 那也是最好 说话呢 我们费这么大劲 在苏家忍气吞承了这么多年 眼看现在猪篮大水一场空 什么都没了 你有没有替妈考虑一下呀 你说你还非得找个 倒叉门的女婿进来吗 妈 你不要什么事都拿林阳 拿出来说事什么行 林阳现在算不算有出息了 那道别墅是不是前段时间 刚装就好你就能住进去了 这是不是拖了林阳的福 住进去又怎么样啊 住进去不还是提醒吊胆吗 生怕冯家哪天反应过来 再把我们一家人赶出来呀 这样子一哭二囊三上吊 那我也没办法 要不回头我跟林阳 在外面租房子住吧 我俩搬出去 你要是要跟我们分家吗 我们俩都结婚好多年了 也是时候搬出去了 您要是非逼我 那我就跟林阳搬出去住 您要是不提苏氏集团的事 那我们就不办 二选一 您自己看吧 行 妈支持你创业 不提回苏氏集团的事了 这下可以 怎么样 好不好看 好看 但是我觉得她穿在你身上更好看 想的美 看什么看 我怎么好看 嗯 懒看不易 你就这几年这么说 过两年就腻了 对你了 我是不会腻的 行了 不早了 赶紧睡吧 好 对了 一朵那事你注意留意一下 嗯 照顾给她 哦 知道了 没问题 不过 你就这样把你老公推开 你就不怕 过回来上他 你现在说什么 一朵跟我是多少年的好朋友了 不会的 林大师 是我 宋婉婷 不知道 您是否在忙 没有 宋小姐有什么话尽管说 我爷爷最近身体抱恙 一直没看出是什么毛病 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能来爷爷家给他看一看 那就今天晚上吧 你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请来的大师 怎么什么人都往交给你 林洋可是京都医学院的 而且他可以自食药菜 真的很厉害 林洋 难道是那个京都医学院的耻辱 我记得近百年来 京都医学院唯一一个毕不了业的 就是他 小妹 你请这个人是来胡闹的吗 麻烦松客 是老是我妹妹不懂事 病激烂投医 你不必跟他计较这些 老朽都不至于 跟一个鲁臭未干的臭小子计较这些 在下只会在旁边观摩 那就由这位姓林顺手来医治吧 算你实相 您也没事吧 您也没事吧 老爷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我看宋老身上上游泳机 许我立即失真一救 喂你干什么 我必须马上失真 否则宋老会有姓林之用 不信 附下三寸 小雪已经替他检查过了 只不过还有一些伤寒罢 你少在这里妖言获重 爷爷 你没事吧 哥你别捣乱了 快要林大师给爷爷治病 你放心把爷爷的命放在他手里吗 我可没你那么大的胆子 你这是要害死爷爷吗 我相信林大师的实力 出了问题我负责 你这小子 快住手 出了事你可负不了责任 这 这是三良真法 好你个羚羊 竟然学会偷师了 快给师父道歉 师叔同门罢了 还敢嘴硬 我要跟你比试 如果你真有本事的话 我会跟你道歉 中医的基础 讲究妄文问妾 那我们就来比 妄自觉好了 在座的所有人里边 你能看出来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哪些症状 哪些不是吗 怎么 怕了 小雪 你这样太没礼貌了 外公 我就是要看看 他到底有没有真才是学 好 比就比 好 比就比 我看宋小姐仅有恒文 应该是最近月经不条 宋庸 说得太对了 至于呢 这位宋先生应该身患肺炎 应是酒后风寒所致 其根本原因是肾虚所致 所以啊 要根除肺炎 先得直肾 少张神弄鬼 脑子甚好着呢 林先生修为过人 是你看走了眼 还不道歉 好吧 我承认 你是有医术的代步 是了 我看你身患内伤 所以才让尊女比你越低致吧 你竟然看出我外公有内伤 我外公本来打算闭关休养 今年不再整治他人 只不过前两日 我外公的朋友 给他开了一副药 这个药有奇效 但是只够吃一个月的 什么药 这个 这个药 或许我可以配出来 林先生 老朽 深受救急所困 若真能替我配了这个药 我一定重金筹谢 钱对我来说不重要 只不过 你要替我准备几副药材 那太感谢了 如果真能配置这个药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您尽管分头